第五章,来自远方的三位智者 看一下那马舅是多么的拥挤 它到处,它处在小镇玻璃行镇一个旅店的后面 在很久很久以前,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它是绵羊,母牛,小牛和山羊等动物们的家 它是他们在白天回到小镇附近的野地之前 夜间休息吃草的地方 它是在那个拥挤的小镇里 能让约瑟夫和玛利亚躺在睡觉的唯一的地方 因为所有的旅店都被在约瑟夫和玛利亚之前到达的人住满了 正是在这个地方 在夜间,玛利亚产下了她的小宝宝 因为马舅中没有小床 她就把她小小的身体放在马槽中 用柔软带着香气的干草做床事 她给她的宝宝起名叫耶稣 意思是神赐给世人的礼物 来向他们显明神爱 生活在世上的所有人和活物 当她出生时 一颗又大又亮的美丽的星星升起在夜空 她似乎高高悬挂在睡在马槽中 甘草的甘草上的耶稣所在马舅的上方 就在那天晚上 在离小镇不远的山坡上 一些牧羊人正在清朗漆黑的夜空下 看护别的羊群 正当牧羊人就要睡着的时候 他们听到天空中传出一个响声 网上观看 他们看到一个天使 却又很强的光四面罩着 牧羊人很害怕 天使说不要害怕牧羊人 我今晚给你们带来很好的消息 就在今晚 一个婴孩出生在伯利恒 他是来自神的一个礼物 来向你们以及世上所有的人和活物 显明神是多么的爱他们中的每一位 现在就去看这个婴儿 他正包着布躺在一个马厩中的马槽里 他的父母和他在一起 他们是玛利亚和约瑟夫 忽然间整个天空都充满了天使 歌唱着全世界的美好与和平 牧羊人不要害怕 反而因为这个消息而那样的兴奋不移 他们跑到小镇上 在那里找到了正躺在一个马厩中的马槽里的婴儿 耶稣 正向天使们所说的 在千里之外的另一个遥远的国家里 望着三个国王 他们非常的睿智和富有 他们博览寻书 这些书告诉了他们很多世上的精彩非凡知识 其中的书 其中的一些书告诉他们 有一天一个婴儿要降生 这个婴孩是神送给全世界的一个礼物 这些书告诉他们当这个婴孩降生的时候 天空会出现一颗又大又亮的美丽的星星 跟着这颗星星的人 会发现它在高高的夜空中 就在阴寒睡觉的地方的上方 很多年里前 这些聪明的国王都在寻找这颗星星 忽然有一天晚上 它出现在夜空中 他们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还有金子和稀有的香料等珍贵的礼物 跟着这颗星星走过刚好的沙漠 越过河流和大海 爬过山林穿过林谷 直到他们最后来到伯利行镇 在那里 他们找到了婴孩耶稣 他们喜欢他 把他们带来的所有礼物都送给他